另外也有人說美國現在似乎都已經坐不住了 因為拜登到了中東去繞一圈 但是有人說他是一事無成 大陸的網媒報導指的是 以色列跟美國都希望透過分化阿拉伯世界 來獲取自身的利益 但是這一回尾巴發生衝突之後 現在可能對以色列跟美國都非常的不利 就是說原來分裂的阿拉伯世界 已經團結在一起了 所以美國就坐不住了 另外也有人覺得說 這以色列一昧的蠻幹的時候 其實對於美國的聲譽 也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教一下閻老師 在這個草案當中沒有提到停火 這部分代表的背後意義是什麼 另外您認同網媒的分析嗎 說美國現在已經坐不住了 因為阿拉伯國家已經開始 慢慢走向一致的勢頭 我覺得美國拜登總統 就是我自己做非洲衝突看得太多了 你如果要達成一個和平協議 第一件事情就是停火 就停火才可能下面繼續談和平 所以你和平協議裡頭不談停火 這是一個很奇怪本末導致的 因為為什麼沒有講停火 可能雙方可能從美國或以色列的角度來講 要停火等我先占領更多 我的籌碼更多了之後 我再跟你來談停火 我們就看到就說大部分 到了最後談和協議停火的時候 或者談到和平協議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回復到戰爭之前嘛 就譬如說巴勒斯坦 加砂走廊還是原來的就是原來的樣子 以色列你也不必多拿一些 我也不進去你以色列 那當然以色列不可能嘛 因為以哈馬斯的能力 他不可能再去佔領以色列的領土 對不對 所以他不會 以色列不會再讓步 他會希望拿下更多 很可能是拿下加砂的北部 這個是有可能的 就好像今天這個烏克蘭戰爭當中 俄羅斯可能拿下烏東的一部分 然後雙方就在談啦 如果今天要談和平協議 那那個哲倫斯基說 回到戰爭之前 俄羅斯說那我白打了 我這些全部還給你嗎 大概也不可能 那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達到和平協議的方法 就是說好了 你現在佔領的就是你現在佔領了 但你不能再多拿了 因為雙方有的時候 你如果評估 譬如說俄羅斯跟哲倫斯基 普丁就在想說 如果今天停火 我現在有的還不錯 或者我現在還擁有的還可以 萬一再打下去 我可能會失去更多 俄羅斯可能想說再打下去 我搞不好有些被他拿回去了 所以乾脆就到此為止 這也是一種方式 可是今天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 他一定是不可能做回到戰前的狀況 他一定要占領更多的地方 才有談判的籌碼 所以我相信美國大概也受到這一個縮帖 這種說法所說服 就是讓以色列先打得更多 增加他的談判籌碼 然後我們再來談和平吧 好 其實剛剛來賓也有特別提到 現在看起來已經變成這個種族主義了 亮哥我想問一下 這個阿拉伯國家提出的這個兩國方案 到底可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2002年就提出來了 你看已經多少年了 21年了 因為以色列反對 我覺得這個進入軍事交戰 開這種會 只是他們在表達說 我們有盡力了這樣而已 實際上講的難聽就叫謝哲 李勇現在講這個有什麼用 你出兵啊 出兵才有用嘛 我覺得從軍事角度 以色列就是要造成既定事實 實際上俄羅斯也是啊 俄羅斯把頓巴斯打下來來談啊 那頓巴斯他會讓嗎 不會嘛 所以以色列這個邏輯是完全一樣的啦 一旦進入軍事階段 你講那些都沒有用啦 就是他接下來就要造成新的既定事實 那那個就是現狀的基礎 那接下來再來談啊 那他第一階段就是要把 加薩的北部清乾淨嘛 所以他現在不是一直在廣播嗎 所以你們不要留在這裡喔 不然到時候你會被當成哈馬斯喔 就是這樣啊 就是 那他本來只給24小時那太離譜嘛 那現在已經拖了快要兩個禮拜啦 那可是我覺得他已經快要行動了啦 因為再拖下去對以色列也不利啦 如果沒有哈馬斯的加薩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因為傳出喔 美國跟以色列正在討論未來 沒有哈馬斯的加薩到底該怎麼辦 有人說呢 最好的狀態是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回到加薩 我覺得這個時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回去也很難做人啊 請問你做了什麼努力啊 因為當初那個自治政府就是被逗出去的啊 所以你認為哈馬斯會認輸啊 搞不好就在巴勒斯坦的內部文宣就開始批啊 說你這個沒用的政府啊 只會在以色列侵略了我們之後 你再回來當老大 事實上美國沒有這個方案 美國的方案以色列的想法是從當地 當地然後再建立一個比較安全的政府啊 當地啦 可是誰敢加入這個政府啊 有哪一個巴勒斯坦人敢加入這個政府 你搞不好被暗殺呢 所以第二個其次的方案啊 就是以色列這樣在想啦 美國可能會去幫他搞定 就是希望聯合國介入啦 然後托管啊 然後成立一個當地的臨時政府這樣 可是臨時政府之後 如何漸漸的把權力給交回去 那至少沒有經過我以色列的手 所以這樣的一個政府成立 就比較有正當性啊 所以我認為以色列比較希望的是聯合國介入 可是他一定是要把當地的重要的人都趕走啊 就是這樣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發言 檢查 快點